哈囉哈囉,我是Suproper,魯波洛 這次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 期待度跟人氣都超高的手遊 白金迴狼 有熟悉《古劍奇譚》這款遊戲的話 白金迴狼也是同樣由上海竹籠的團隊所打造的 並且是結合這幾年大成的全新作品 不只是玩法很特別 美術水準和故事也都比起以往更上了一層樓 雖然遊戲本身有一定難度 但獨特的魅力也成功培育出了一批死忠的玩家 白金迴狼目前已經正式上線 因此若在看影片的你也有興趣的話 就跟洛洛一起來看看白金迴狼的真面目吧 白金迴狼是一款科幻風格的即時多維戰鬥RPG 不新的世界觀是敘述著那種 有好幾個多元宇宙交錯的世界 而遊戲的主舞台則是這個名叫森羅的世界 故事描述在某天 這個世界突然出現了前往其他世界的通道 不只是帶來奇怪的建築 還有神秘晶體墜落 而白金科技則在重建的途中 發現了新能源X晶體 以及穿越世界而來 能夠施展各種特殊能力的異界訪客同吊者 白金科技就此成為了專門研發新能源 和對應這種事件的公司 而玩家扮演的就是這家白金科技的監督 你必須要率理來自各個世界的同吊者 一起找出隱藏在背後的真相 由於是穿梭世界的設定 所以玩家可以在這邊看到一些來自古劍奇譚 或是其他竹龍遊戲的角色 不過設定上當然還是會有點不一樣囉 像是洛洛抽到的十對主力 云無月 在這裡雖然是一個管風情家 但他原本是普劍奇譚3的女主角 有玩過竹龍相關遊戲的玩家 應該可以在這邊找到很多熟悉的老面孔吧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遊戲的具體玩法吧 洛洛相信很多人在剛剛提到 即時墜圍戰鬥RPG的時候 肯定都一臉黑人問號 但說起來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說白話點其實就是融合了自走奇 和塔防要素的策略遊戲 在遊戲中玩家可以最多安排8名角色 並在其中選擇4名上場作戰 目的是殲滅敵人 並保護場上的戰術終端 也就是你在遊戲中的主堡啦 而為了好好的保護終端 我們可以在戰鬥前 調整角色基礎的站位配置 敵方來襲時 角色就會自動移動戰鬥非常方便 並且也可以指揮角色移動 或在角色能量填滿時 親自決定要朝哪個方向 或是在哪裡施放技能 玩起來還有點即時戰略那種控兵的感覺 雖然因為遊戲隨時可以暫停 所以不至於會手忙腳亂 再要注意的是 敵人不一定只會從固定的方向起來 甚至還會有空中單位 地面單位 精英單位等不同的差別 所以為了因應不同的敵人 遊戲中還設定了7種不同的職業 例如擅長防禦的鐵域 戰士型的輕衛 專門破甲和打精英的尖鋒 優先涉及空中單位的遊圖 射程超遠的竹術師 輔助類的護佑者 和控場類的戰術家等等 你必須要根據戰況 派遣不同的同調者上場 才能夠打出漂亮的戰鬥 另外白金迴狼也有 時下很流行的機關和元素反應機制 例如場地上的消防栓 可以透過互動來製造一片水元素區域 在水域上受到雷元素時 會觸發傳導效果 使同樣在水域中的敵人麻痺 而受到岩元素傷害時 則會觸發氣化 讓在水域上的友方減傷 而如果受到的是雙元素的攻擊 則會觸發凍結 每種元素屬性 都有數種反應機制和對應的機關 也有些角色 甚至自己就能夠製造類似的元素區域 所以如何利用元素和機關來打傷害 可是很考驗玩家的構築技巧的喔 那再來我們暫時離開戰鬥的部分 來看看遊戲的養成要素吧 白金迴狼的養成部分相當特別 雖然在位階、技能升級 和異化核心等系統上 和其他遊戲差不多 但還有著一個超特別的系統 叫做戰術刻印 這個刻印的設計 有點類似賽馬娘中 隊伍強度的概念 會將隊長技、能力值和技能數 全部綁在一起 並直接影響整個隊伍的戰鬥力 同時還需要搭配另外兩個重要的系統 才能發揮作用 這兩個系統分別是 記憶落痕和回廊慢巡 若若知道初步聽起來很複雜 所以這邊我們拆開來一個一個講 首先是怎麼獲得戰術刻印呢? 想要獲得戰術刻印 玩家得先透過抽卡獲得記憶落痕 記憶落痕除了會提供基礎屬性外 還會有若干技能 可以在慢巡中解鎖 在慢巡之前 玩家必須要先選定一隻角色作為隊長 並嵌入六張記憶落痕 才能夠開始進行慢巡 有點類似一些遊戲的輔助卡 迴廊慢巡是一個 專門提升記憶落痕的地圖 用處除了提高落痕屬性外 不同的迴廊還能幫玩家 刷不同的落痕磁條 在一開始 玩家剛剛透過落痕獲得的五維屬性 會是這次慢巡的基礎值 玩家可以在這邊遭遇各種世界和戰鬥 隨著你越往前探索 提升的五維就會越多 如果能夠潛入到構生的地方 還可以陸續解鎖記憶落痕傷的技能 或是觸發落痕傷的特效 得到額外的幫助 而在你失敗或是結算後 累積的五維和技能 就會變成刻印的一部分 最終就會根據你獲得的五維屬性和技能 幫你生出一個帶分數的戰術刻印 由於遊戲中沒有等級和裝備的存在 所以戰術刻印 不只是提供了隊長技能的加持 還同時兼具了提升全體五維和共用技能的技能 而透過反覆的強化角色和落痕 湊出更有用的技能和更強的五維 並想辦法在漫巡上走得更遠 就是這款遊戲培養和遊玩的核心 而為了要拿到使用的落痕和角色 就必須要注意精神深淺的抽卡策略了 《白晶火糧》中的抽卡 角色和落痕是分開的 一次會開很多個池子 而且共用保底 例如洛洛想要一張體質類型的落痕 那我就可以在這四張SSR 選一張作為心願 來提升抽到的機率 但假如抽到一半不想抽了 也可以換個屬性的落痕池繼續抽 保底都會延續下去 像是洛洛這邊在開頭30年 拿了萬金油輔助龍琴 她是《白晶火糧》中新增的原創角色 不是舊作品來的喔 這隻角色是一名強力的減燒奶媽 不只是奶量驚人 還可以用BUFF或開屏障 來幫隊友打傷害 而且如果你用她當隊長製作刻印 還能夠有10%傷害加成 所以別看她是用鯨魚打人就小看人家 她可是現在輔助中 絕對的踢零人犬角 所以正式開服後 如果不知道初始三抽要選誰 落落這裡私心建議 先把龍琴帶回家準沒錯啦 另外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抽誰也沒關係 遊戲很貼心 在剛開始就為你準備了水雷傳導隊 火雷爆燃隊 鐵三角隊等三隻外勤隊伍的基礎組合 如果真的不知道該拿什麼角色 不如就先用這三隊 熟悉一下基礎戰鬥知識 再去新手10挑人吧 那《白晶火狼》還有些什麼要素可以玩呢 如果你暫時不想戰鬥了 那你可以來5號茶器看看 5號茶器基本上就是小遊戲 和角色感情養成區塊 在這邊你除了可以玩到棒球 飛鏢、撞球等三種小遊戲 並且可以自由決定茶器房間的擺設 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邀請同調者們 跟你一起喝下午茶 而且這杯茶必須由你親手調製 你可以自由決定茶杯、飲料種類 配料、擺飾等等細節 根據你配出來的作品 可以提升角色的默契值 這個默契值越高 你就能夠解鎖越多角色的表情和語音包 所以如果有喜歡的角色 請記得每天都來找他泡個茶喔 那如果你跑逆主線了 除了可以去物資籌備的資源副本中拿打材料外 還可以前往常駐活動消遣一下 在區域不只是有著可以拿到監督經驗的 戰鬥教學可以玩 還可以挑戰爬塔式玩法的天系勘測 透過達成關卡的指定條件 來拿到更多的X晶體等獎勵 另外遊戲也設計了放置式玩法的白金窮頂 在這裡玩家除了可以在中央控制室 透過安排角色排班來獲得科技點數 用來升級各種建築外 還設計了體能訓練室和初級研發室等等設施 用時間來緩緩的提升角色們的基礎屬性 另外也可以透過提供低階材料 在加工中心兌換更高級的素材 系統技能可以說是相當健全喔 那以上就是白金火狼大方向的新手試玩內容了 相信看到現在的你應該都比較清楚 這款遊戲怎麼玩了吧 不過老實說 白金火狼算是洛洛玩過的二次元手遊中 偏向難度比較高的類型 雖然遊戲本身對重課金沒有太多的需求 但因為落盒和科技系統真的有點博大精深了 所以如果沒有耐心搞懂機制就下去玩 可能玩起來多少會有點挫折感 但只要你摸熟這個遊戲機制 那成長絕對比其他遊戲簡單很多 畢竟白金火狼的戰術刻印選項 單純就是考驗玩家對於育成和編隊的理解力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擅長構築玩法的頭腦派玩家 應該都會很喜歡這款遊戲喔 白金火狼目前雙平台商店已經正式上線 也已經可以透過Steam遊玩 現在就可以到Steam搜尋白金火狼 想過連結洛洛都幫大家準備好再資訊欄了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趕緊選洛洛的連結直接下載囉 並準備到時候感受一下這款特別的策略遊戲吧 也歡迎分享給其他對於白金火狼有興趣的朋友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交流鈕來提供會員 或是點擊收集感謝再錄杯新菜茶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也可以點擊喜歡 給洛洛的鼓勵 回家裡就到晚上繼續看更新影片 我是ShareRubber 陸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出現猛烈吧 得得猛烈 啊哈 好